这个互动最多应该就是送他大声 就是昨天就有听说酒吧的事情 酒吧有一段时间身体上的事情 然后我们有聚过一次遗产 然后就是也不会去问太多了 他其实没有被调 我跟酒吧的认识是 在明世拍假装的时候 才比较有手机接触 那之前的明世八点档 很多部都是酒吧游餐移 那他这个累积很多很好的经验 所以在八点档的设设 他都可以诠释的很好 有经验 而且他的台语的造力都非常好 有时候看到剧本不知道应该怎么说的 比如说写国语可以 可是台语应该怎么讲 有时候真的不容易 那这方面有时候会给我们很大的行为 但是公司都会尽量就是让他不要熬夜太多 因为八点档真的很累 然后他又就尽量让他熬夜 然后尽量就在早上的班 所以就多他的服务 但是我就是除了跟他玩 还有跟别人 所以我基本上熬夜啊什么 那对我们来讲都是比较日常的正常 但我们就是工资都很可以体谅 然后让他的心能够集中啊 然后不要过太晚 其实我是昨天大家也听说 然后今天来 然后也大概知道一些方向 昨天晚上又大概 没有身体上 其实之前大家都知道儿子有换车给他 所以当然就不要尽量不要熬夜 除非家人愿意我们很少去工作 只知道他其实在后来生活当中也蛮开心 儿子 孙子的感觉就是 对 可以跟全家在一起 跟其实对他来讲那时候应该是最新的 当然也是慢慢出的年纪 当然就是你看各方面没有这个 我后来跟主华的互动最多就是跟他分享 跟他分享那个大帅 因为我一个朋友他们就是儿子年红 然后他很多很好吃台湾大蒜是非常棒的 然后酒吧在开戏的时候 我知道他很喜欢吃大蒜 所以当朋友送大蒜给我的时候 我就前面我做了一大袋的大蒜给结果 他就很开心 因为这是他喜欢的